一個男人上星期被人林潑而言液體後點火燒傷 仍未脫離危險期 他太太促死目擊者向警方提供消息 亦希望暴力行為可以停止 這個月11日在馬安山被人放火燒傷的李先生 還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現在仍然昏迷 雙手和腹部做了兩次直皮手術 還未脫離危險期 他太太不願意表露身份 批評兇徒殘忍 李太華先生在地盤開患泥車 去年中風 事發當日準備去醫院覆診 去到港鐵馬安山站 看到有人毀壞設施於是阻止 他希望目擊者可以向警方提供資料 除了希望將兇手承之於法 還有這個心願 香港現在搞得很大人害怕 我也希望他們快點收手 不要搞到不單止李先生受傷 我怕日後還有那麼多人受傷 李太華現在出街 一般都會戴著口罩和太陽眼鏡 避免被人認出受到傷害 他說希望這些日子可以早日過去 無線電視記者閃止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閃止報道 所以在電視記者閃報道